交片的冲洗这整个流程 有的时候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的 因为当你从数码转到交片的时候 数码是当时就可以去看 可以去发布给别人去分享 但是交片你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 你在外面去拍摄 当时你是看不到的 然后你拿回来了之后 你还得需要去冲洗 需要在暗袋里面去把它拿出来 然后上卷 上卷之后放在罐子里面 然后放在冲洗机里面去冲洗 然后最终你才能拿出来去看到它的底片 这才是交卷冲洗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步骤 然后你需要去把冲出来的交片 放到扫描仪里面去扫描 扫描完了之后 你还得去校色 校色了之后 你才会真正的得到你想要的胶片的一个成片的一个数码底片 其实这整个过程还是会有一点让人觉得痛苦的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要不我就放弃了 然后我就去拍数码的就可以了 我就不想去再去走这么复杂的胶片的流程 可能20多卷胶卷大概120的话是200多张 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冲洗去校色 如果说你对它的一个品质要求非常的高的话 是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的 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对胶片的拍摄有了一点改观和有一些看法 就是在我们去欧洲之前的一天晚上 就是刚好是那天晚上 我那天拍了几卷胶卷 然后拿回来准备冲洗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胶片的冲洗机坏了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整个拍摄的过程的中间很大的一环被抽掉了 在之前的拍摄中 我基本上都是拿我的底片去给淘宝去冲洗 然后去扫描去给我 然后我自己做的事情很少 但是我经历了这么多这么长痛苦的一个所谓的胶片的一个扫描 冲洗也交涉这整个流程了之后 当你的冲洗机坏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你觉得自己的这整个过程中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环节就被抠掉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我觉得在摄影中 所有东西要被自己掌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要说前期的拍摄它的光线 场地的选择和模特的沟通 更不要说在一些中期你自己能够控制 冲洗了这样一个流程 我觉得胶片的一个拍摄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我觉得很多人在拍摄数码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非常迷茫 不知道应该去拍点什么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这个颜色看上去这么的不舒服 所以我一开始选择胶卷我的目的我的初衷是非常朴素的 我并没有说它是要有一个胶片色 而是想说要有一个更好的颜色 然后早期我拍摄胶片的时候 我的大部分都是拿出去去冲洗的 只有少部分黑白是自己去手冲 后来我买了冲洗机之后 我就自己去尝试冲洗彩色 当照片从那里拿出来那一刻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感觉 然后我慢慢去思考整个摄影的过程 包括这次我去欧洲去玩 然后中间去做mlog去拍摄 很多胶卷是当时你看不到的 而且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确的曝光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时拍摄这个感受是非常难保存下来的 因为你当时就拿不到你的照片 所以你会非常尽心尽力的去拍摄 你会去考虑很多曝光的问题 人行走的问题 构图的问题 虽然我并不是说胶片拍摄会比数码更严肃更严谨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觉得你需要更好的去一次性的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拍那么多张 去连拍然后去选一张 所以使用胶片拍摄是一个很限制的东西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是不能使用的 你拥有的只有摄影最纯粹的一件事情就是拍摄 那么拍摄里面你也拥有最纯粹的一些东西 就是光圈快门ISO 那么胶片的ISO是固定的 所以你会去控制光圈快门 你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你自己非常非常关注光 曝光这件事情 光是说你的周围的光线 曝光是你想要去怎么曝光 我相信很多人去旅行 然后拍了东西回来之后 就会把卡放到相机里面 或者是插在电脑里面 然后把它同步到一个硬盘里面去 然后根本就不会再去做非常多的处理 因为很多人去拍一场旅行下来 大概拍了几百张几千张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只要备份就可以了 可能过了五年十年 你会再回来就是某一种契机去看到它 但是胶片的话你必须要冲洗 你冲洗了之后你必须会看到它 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当时旅行的时候 各种见闻各种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欢胶片冲洗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你和你的摄影的这件事情 或者说你和摄影的这个被设的人物它的交流 你和当时去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感受 其实是一种二次的重叠 你会觉得那种好像回到了当时场景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非常让你快乐的 就像我说它是一种正能量的一个反馈 它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快乐 当你看到你的底片放在扫描仪上被扫描的时候 当你看到你的底片一点一点的从你的电脑的闲置器里面去呈现的时候 就每一刻每一个步骤的那种感觉都会让你觉得非常不一样 会让你觉得你体验了摄影的完完整整的整个过程 更不要说这个药水是你自己配的 更不要说你自己去看着它 去在里面做一些化学反应 慢慢地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影像的时候 你会觉得每一张照片都是你非常珍贵的资源 你把它当成一个物理化学的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时候 你的底片在你的相机里面 因为你的操作去爆了光 然后你自己用药水配别了把它冲写出来 你把它挂在那里去亮出来 让它又一次见到阳光的时候 然后你的眼睛去看到了你拍摄的底片里的内容 从光线中穿透出来 就是那种感觉非常神圣 非常奇妙 就好像光线透过了底片 又一次和你说了一篇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